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 一个由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古生物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新进发现 地球史上首次生物大灭绝事件竟发生在短短20万年之间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固体地球科学上,在学界引起关注 奥陶寂寞的生物大灭绝重创了海洋生态系统 导致当时85%的海洋生物物种灭绝 科学界普遍认为,此次生物大灭绝与冰川作用有关 但其持续时间、过程和具体发生机制等一直存有争议 此次科研团队历时八年探索 在中国华南考察了百余条澳陶系滞留系界线泡面 第一次发现了一条完整的澳陶滞留系界线泡面 它有不同的岩石类型,有叶眼、石灰眼的交互出现 在不同的岩层里面,它还有各种生态类型的海洋生物化石 据詹仁兵介绍,在这段24.3米的泡面中 还保存了23层斑拖岩 斑拖岩由火山灰沉积而成 其中含有告石这种特殊矿物 告石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油会衰变成千 通过检测其中的衰变程度 可以推算出斑拖岩层自形成至今具体的时间 研究团队在23层斑拖岩中分析了大量告石颗粒 最终获得4层有效数据 通过告石里头的放射性元素 以这些绝对年龄为基础 在详细沉积学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人员首次结合不同岩性的沉积速率差异 最终得出奥陶季末这次大灭绝事件发生的时间 过去奥陶自留纪界限的年龄 是距今443.8个百万年 我们的工作做了以后 比较精确地标定了奥陶自留纪的界限 为442.67个百万年 把自留纪的开始的时间往后提升了 1.13个百万年 变得更加年轻了 20万年时间 这在地质历史上是几乎就是瞬间发生的 詹仁斌告诉记者 这一成果为人类精确研究 奥陶季末生物大灭绝的成因 和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时也为相关地质年代的划分 提供了新的标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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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